新闻娃娃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 一间房子的婚姻 有一个新闻是这样 在新竹一位26岁的竹科的女生 她因为婚事一直没有着落 被妈妈带去婚姻媒合机构 要请求帮忙 说只要在三十岁以前 娶她的女儿 她就附送一间位于 新竹市的价值千万的房产 大家知道 因为这个竹科在那边 老实讲新竹现在房地产 是很值钱 那么这个竹科妈妈开出的条件 只要男方身高175以上 那希望女儿能在三十岁以前 就把她顺利嫁出去 她就会户上一千万 一间一千万的房产 当作嫁妆 那个陈理长身高多少 我差一公分不符合 174.3 你不会训报一下吗 太真实 你勉强OK的 那苏律师呢 一百八十 对我们现场三位男生 已经有快要有三个都 唯独我没有资格 可是我先请教苏律师 这样的话语算是很清楚了吗 就是说她是给女儿当嫁妆 不是要送给女儿的 对 其实有点不清楚 但是我们当然就 我想但是很清楚知道是说 他表达是我们女帮家里 经济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地方就太好了 因为这条件很好 你会觉得为什么 律师你怎么讲都太好 应该很好 因为当你看女帮家经济 没有问题的时候 以后你们两小就自己赚自己 自己用 你就其实不用去照顾女帮家庭 有时候如果双方家庭 都需要你们负担的时候 那就要负担 所以首先第一个 这个我觉得好 而且女方愿意讲出来 那第二个当然要讨论清楚 价值千万房子 有没有房贷 有尬 有没有尬房贷 对不对 房子有没有尬房贷 有尬那你就会不一样 其实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投机款已经户一百五了 对 增加八百五 有一千万 对 我一个朋友是这样 那我一个朋友 那就跟她的女朋友就是 感情很好 讲到要论及婚嫁 结果那时候论及婚嫁 那个女方家非常 爸爸就很有这个 怎么讲就说 那这样你们要结婚 那我这样 我会送你们一栋房子 多少钱你知道吗 她先不问多少钱 你去看 结果去看 透天 透天的 而且她院子可以停三台车 而且重点她不在偏僻 在台北市 在台北市里面 当时这个 问那个价 大概价值两千多万 两千多万 当时那现在大概就六七千万了 大概因为那时候比较便宜 那那时候去看 很满意 非常满意 那年轻人看着觉得这个太棒了 那我有去看过 真的是超棒的 就令人羡慕的那个房子透天 那但是那个 但两个都很开心 男生很开心 那结果男生回去问他妈妈 妈妈就跟他有问题说 他说 这样甘好 甘好 他说 怎么不好啊 我女朋友以后就是你的媳妇啊 那不是很好吗 你有想看吗 你现在你是住谁的家啊 他就问这个问题 你男生是住在女方的家里 还是女方住你家里 那我们爸爸妈妈老的时候 去的时候是当心不为初心 他突然就发现说 有这个问题 然后就有点动摇 那接下来就是 那大家就谈得比较细了 那个女方的爸爸说 那这样这就我确定 就会给你们 但是我为了让你们年轻人 你不是说白白拿这个 有房贷 八百多万房贷 不过也是不错了 不到这个 不过我想请教一下陈理长 因为你还没结婚嘛 对 而且你是唯一我们现场 符合的 所以是已经结婚了 对 那如果你符合的话 你会想要把他问清楚吗 如果是千万的话 好像还好 跟价值也有关 千万你 因为我会 没有什么诱因就对了 对 因为我自己在当里长之前 我就是 其实从大局开始做业务 那也做得还不错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靠自己也可以 努力慢慢赚 应该千万我可以自己赴 就比较没有 没有说这个 就是人家送的 或是以后什么人情压力什么的 对 比较不会有这个限制 就做自己 靠自己拚 了解 那所以千万的话 我可能不会去问清楚 那多少你觉得会有 想问清楚 这个 这好难回答 但是如果 如果加一个零 你一定会问看看 加一个零 应该大家都会去问看看 可能拍 可能从这边摄影棚要排到高雄去 那你会想要看女生的各方面的条件吗 因为妈妈都没有她的女生 只讲一千万房产 没有 可是我觉得刚刚那是开玩笑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 就是还是 还是要看缘分 看相助 就这是 这是一个附带条件 对 就是如果说是已经 就是可能已经在一起 那妈妈想要趕快催婚的话 寄出一些条件 或许这个是就是比较有可能 但如果说只是因为一栋房子 说我要不要去 就跟这个女生交往 我就会不大可能 对 对啊 因为结婚在一起 然后可能又生小孩 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不是说因为一栋房子就可以 就可以解决了 一栋房子如果失去一辈子的自由 那就很慘 不见得拿得到 而且不见得拿到 而且不见得拿到 那种房子 因为如果那个妈妈 是送给女生说 我觉得他好听嘛 你也会计算嘛 那房子登记就是女方名下 那最后结果 搞不好男生被扫地出门 最后你还是没得住 还是没有房子所有权 因为这个房子是 妈妈赠予给女儿的 所以跟女婿是无关 就算婚前赠予 就婚前赠予的这个 婚前的财产 婚后赠予是父母亲赠予的 所以这里面 他不能因为夫妻财产分 不是说我跟你结婚 房子分一半 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搞不好你会误解说 以为我去就拿 房子一半 没有这回事 他没说清楚 没说清楚 对 那周老师 如果你们儿子有符合条件 你作为妈妈 你会问清楚吗 我真的会问清楚 问题是我会劝你儿子要想清楚 想清楚 因为刚刚讲的 就是婚前财产 又不是不见得是你的 但是你如果想说 对方那是有加烧的 你去就是好像在逢酒 以前就是说逢酒 他现在是户口上面不会写说遭罪 但是问题你去到那里的时候 那家人每行都有 你每行都没有 你只去人家 肯定去插人 这样子就会 那我们就体力好 再去帮 再来就是说对方的条件 你还不知道 到底是26岁 有时候也是这个年纪就很幼阴了 再来就是说外表 外表很难说 人家说虽然没比赤 也会比较差 可能喜欢就好了 那个就是个人的审美观不一样 但是这个身材体系的方面 你是不是有法度人的同意 这都是要去去问清楚的地方 但是我会去找 问清楚就是因为 你要问什么问清楚 第一点 有房贷吗 通关 对 有房贷吗 这家家是要定期 你女儿子的名字 或是说直接要定期我们好心的名字 如果要定期我们好心的名字 我就叫我们好心 冠金来考虑报名 冠金来考虑报名 对吧 就这样而已 两个条件而已 对啊对啊 那个当然女生的那个条件 我们会去觉得说 你看儿子有感到没有感到 当然我要去了解清楚 一定要跟孩子去 因为第一点 他的第一观念 人家说头上看那个观念 如果说这十个小孩 我们看就没办法 但是儿子看起来 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那都可以 如果说大胃跟散来说的时候 他如果感到就好了 跟我们都没关系 因为他要跟他睡 不是我要跟他睡的 对啊 不然结婚也不是跟他睡而已 相处啦 相处 时间久才知道 动度啦 是是是 那请教吴老师 妈妈只只开男生 身高一七五就OK了 为什么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妈妈真的很希望自己的女儿赶快出嫁 我可以看得出来妈妈很担心这个女儿 可是如果回到心理跟家庭的一个观点来看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妈妈可能很希望女儿找到一个对象是他也可以知道你们过得怎么样的人 我讲的比较白意思就是就是可以控制的人 对我来说其实我看到这个东西 因为你看这个女儿他其实会跟着妈妈去参加这个婚介所 然后我在想的是这个二十六岁的女生他真的没有任何的对象吗 还是他已经乖巧又聪明到知道我每个对象带回家我妈妈都不会满意 可能要我妈妈自己亲自挑的人他才会满意 所以我妈妈现在开出这个条件了 我是不是也应该要顺从我妈妈 因为我不想要跟我妈妈有太多的冲突 我也不要太多的挣扎 我自己想要好好的过 如果妈妈又要送一个房产的情况 我看到其实这样的状况 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我在我自己的工作里头 我遇到很类似的就是女儿一直单身 可是妈妈就一直释放很矛盾的讯息 就例如说你看的隔壁 你看都小隔壁 你现在在做什么 就现在都还没有对象 怎么可以这样子 然后可是有时候又会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假日说要出去玩 哪个出去玩 你有认识到我吗 类似像这样子就是这个就是矛盾讯息 就是妈妈又想要女儿一直陪在身边 可是妈妈又希望推女儿出去 那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妈妈找一个会听话的女婿 是因为条件而进来听话女婿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知道你们这个小家庭 接下来怎么发展 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 我在外面太多人来跟我拜托 就是帮她小孩介绍对象 一个前几天有一位说 我女儿三十五岁还没娶 老婆急到死 就是独子 然后怕女儿 儿子永远都不娶 所以无后 家里还有事业 然后我就说不会啊 那你就去那个交友网站 其实那是OK的 你说她那个都是诈骗 老婆老婆 就觉得那个都是诈骗 而且她说爸爸越逼她 她越不想 这样子 还有一位是三十九岁的女生 老婆一定来拜托 可以介绍吗 这样子 还有一位是四十几岁的男生 那老婆看到我们有孙子 好 谢幕 说好 她是很想要抱孙子 但那儿子四十几岁不娶 这样 你看现在这种男生女生 单身 但是这个大龄 但是都不娶的 其实很多 而且蛮严重的 父母亲都很急